We are here looking for the Gospels 大家好歡迎回到Kevin的頻道 今天來跟各位分享一下MP-41從人型到獸型的一個變形步驟 順便補充一下這個金碟其實並不是虛構的 它在真實的世界也是真實存在 這個金碟真實叫做航海家驚唱片 它是在1997年隨著兩艘航海家探測器發射到太空的唱片 唱片裡面收入了地球上各種文化的生命聲音以及圖像 希望能被其他外星高智慧生物所發現 那在Beast Wars裡面這塊金碟還有暗藏Megatron的一段秘密訊息 這個金碟我個人是蠻喜歡的蠻屌的 那接下來就廢話不多說來看一下它從人型變為獸型的一個變形步驟 首先把它的武器給拔起來 鍵也是一樣把它拔起來 那這個鍵你是可以這樣子安裝你也可以直的把它安裝在這邊都可以 拔起來的鍵經過一個變形是可以收納在這個尾巴裡面 這邊有一個卡扣它有一個防呆的形狀 把它扣起來 前端收起來 兩邊再把它對折 外面這個尾巴把它鬆開來 利用這邊的關節把它旋轉180度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旋轉180度 再把這個關節壓進去 前端扣起來 那這個尾巴就可以先把它丟到旁邊去 接下來把它的手指頭把它收起來 後面的蓋板打開來 把它的龍爪翻出來 這邊稍微的把它拉鬆旋轉180度 然後在這個手的收納 把這個手長的放在裡面我個人是喜歡放這個樣子 我也不確定說明書裡面要你怎麼放 但是這樣收起來是沒問題的 龍爪 再把它翻出來那這個龍爪真的很尖 刺到會很痛要小心一點 接著把它的手臂往上抬 肩膀的關節把它轉到這個位置 這邊有一個缺口朝後面 另外一邊也是比照辦理 那這邊呢我就不剪接了 讓大家一鏡看到底 看一下它到底是怎麼樣的一個變形過程 那這裡有一個卡扣 把它鬆開來 鬆開來之後就可以把它旋轉180度 再把它壓回去 然後在拳頭這邊長的爪子我會把它放到裡面去 調整一下角度把它稍微的頂進去一點 再把外面這一塊蓋子 蓋起來 前面的爪子把它翻到外面來 三隻都把它翻出來 然後在肩膀的關節部份呢 這邊有一個缺口把它移到這個位置 那這隻手呢也變形完成了 接下來把它的胸甲把它鬆開來 旁邊的卡扣也把它鬆開來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全部鬆開之後就可以把這個手臂的關節把它往外的 拉到外面來 這邊有非常多的關節 把它拉到最外面 兩邊都是一樣 先把肩膀裡面這兩個關節都把它拉到最外面 橘色這塊部件把它轉到裡面去 然後把下面這塊皮膚它裡面有個雙關節 移到上面去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把這個金色部件轉到裡面去 在龍型之下就不會暴露出來 然後再把這個皮膚蓋上來 一雙手就暫時變到這邊 然後接下來就可以把它整個的把它打開來 打開來之後 把它的龍頭抬起來 旋轉180度 然後在下面這邊有塊部件 這邊把它往下扳 胸甲把它往上蓋起來 眼睛這塊部件要把它恢復到裡面 所以把它錯位 然後待會再把它扣起來就可以了 接下來我們來處理它的下半身 首先把它的腰旋轉180度 小腿的部份也把它旋轉180度 兩邊都是一樣 然後在小腿的後面這邊有一個卡扣 你稍微把它扭動一下的話 它就鬆開來了 下面這邊有塊面板把它打開來 然後利用這邊的分隔線把它整個的鬆開來 這邊有一個卡扣 也把它鬆開來 腳掌把這塊部件把它壓下去 腳後跟收起來 利用這邊的關節把它轉180度 接著在這邊有一個卡扣 把它扣起來 膝蓋這塊金色的部件 往下折 腳底把它彎到這個位置 另外一邊也是比照辦理 先把上面這個卡扣稍微扭動一下 把它鬆開來 鬆開來之後利用下面這邊 把這個卡扣給 也是鬆開來 然後把它折成這個形狀再把它扣起來 膝蓋這塊金色的部件收進去 腳腿後面的卡扣把它打開來 再把它旋轉 180度 在這個腳底這邊有一個卡扣要把它翻出來 然後再把它 轉到這個位置 兩個腳底就可以稍微的把它先做結合 接下來把這個腳把它往上抬 抬90度 抬到水平的狀態 編到這邊就可以把這塊部件把它往下蓋 旁邊這兩塊稍微閃過一下 蓋起來 然後接下來就是要把下面這一塊 轉到上面這邊然後跟這邊有個卡扣把它扣起來 在腳的裡面這邊有個洞 對應這邊有個凸 頭的話把它往這邊放旋轉180度 變為龍形的時候它的頭就是塞在它的屁股這邊 把它的頭往屁股這邊塞進去 接下來在腳部這邊有個關節 把它稍微的往這個方向轉 對應這個凸 把它往上的扣起來 外面這塊面板再把它蓋下來 腳把它調整到一個正確的位置 那一隻腳就扣好了 另外一邊也是比照辦理 把它稍微的轉動一下 把這個卡扣對應一下把它扣起來 外面這塊皮膚調整回原本的位置 腳底也是稍微調整一下 那一雙腳也就扣好了 這個時候下面這塊面板這個凸就可以扣到這個藍色的洞裡面 把它扣起來 胸口這兩塊就可以順勢的把它蓋起來 蓋起來之前要確定這兩塊藍色的部件推到最裡面 再把它往中間扣起來 裡面有些卡扣把它扣緊 前肢稍微的調整一下 接下來就可以拿出剛才丟出去的尾巴 在這邊有個洞 對應尾巴這邊有個凸 然後在上面這邊還有個凸 對應這邊 兩個卡扣都把它對應起來 扣進去 最後就是把屁股這塊蓋下來 在這邊各有一個凸 對應兩腳各有一個洞 把這個卡扣給扣起來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然後腳底這塊部件呢要把它翻轉180度 如果你仔細看的話龍的尾巴這邊是有個形狀 是可以剛好跟這個旁邊的部件吻合的 最後把大腿這塊部件把它翻180度 另外一邊也是一樣 稍微的調整一下 那這款DinoBot從人形變為獸型的一個變形過程 就這樣子 大功告成了 那這款MP41的變形過程我個人是非常喜歡的 一開始可能會有些不習慣 但是把玩過幾次之後 變形可以說是非常的流暢也蠻享受的 那這個禮拜對我來說也是非常的忙碌 所以今天就利用一點時間來跟各位分享一下 MP41從人形到獸型的一個變形過程 也跟各位補充一下這個金碟其中的一些故事以及背後的意義 那今天的分享就到這邊告一段落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的話幫我按個讚、分享給朋友 不要忘記訂閱我的頻道 那我們下次見 掰掰 我的名字是OptimusPrime 我們是自動物理由自動物理由Cybertron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